所以慢慢要習慣,開發很遠,這個Visual Basic把它點開來 最好是你這邊可以這樣浮動,浮動的好處是你可以一邊看你要做什麼 一邊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那我的習慣是這樣,一邊看一邊寫 所以很快就可以把對應的功能全部都寫出來,哪怕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一整天的事情全部都把它寫成一個按鈕,感覺按下去全部完成了 其實是還蠻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可能要慢慢習慣,以後這個環境 如果有一些東西不見的話,你可能要找得到 比如說像哪一些,這個如果關掉的話,不見怎麼辦 直接點模組,這邊把它點兩下又打開了 所以這個不見怎麼辦,沒關係,點兩下就打開了 那如果連這個也不見怎麼辦,如果連這個也不見怎麼辦 整個不見了,之前就有同學全部不見,他就怎麼找 他想說把它關掉會不會重開,就恢復呢 他就點下去,就覺得還是沒有 他就覺得很悲劇,就想說是不是要重灌 其實不用嘛,檢視裡面有沒有 這個叫什麼,專案重管就好了 所以特別說,如果你不小心關掉,沒有關係 那個東西叫專案重管 下面的東西叫什麼,叫做屬性四窗 那會蓋住,所以你把它往下拉就可以了 或者屬性四窗暫時用不到,你可以把它關掉沒關係 屬性四窗暫時不用,然後把這個打開 就可以看到我們需要,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慢慢習慣,這個環境其實也不是很複雜 OK,然後再來的話呢,我們就把剛剛的部分完成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你會發現執行 他這個裡面的東西呢,就會是 有沒有,把公式再幫你把它執行之後 丟到這裡面來,但問題呢 我現在底下這個,門號意思不是公式 裡面的話,我希望得到的是什麼 得到的是確切裡面的東西 就是最後,就是顯示 在上面不是顯示一個公式 而是顯示0911這個電話號碼 這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呢,可以參考剛剛這個公式裡面用TES 那特別注意,TES實際上就是格式化 有沒有,Formate TES 但是呢,如果說我今天要在VBA撰寫程式的話 意思就是說呢,我要把這個公式轉換成VBA 並且讓它動態的輸出喔 那接下來我來做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的話,現在當然沒有啦 好,首先第一個 一樣我們要寫對應的一個程式的話 打一個SUB 所以其實拿這個來複製好了 SUB門號 把它複製,我其實複製最快就是 選舉有沒有,拖拉加Ctrl鍵 然後按一個Enter 好,就會多一個門號 那這個門號呢 將來就對應什麼 對應這個按鈕 所以也就是將來 按一下這個按鈕 它背後的程式 就是執行這一段 其實以後啦 假如你要產生一個按鈕 你直覺就知道 一定要產生一個SUB就對了 OK,其實還蠻簡單的對應關係 再來的話呢 我們一樣喔 要寫一段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 跟這個蠻像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來改 這一段 直接複製,貼過來 只是說後面的東西 就不是什麼 這樣一串公式喔 而是應該什麼 應該是 我輸出的開頭一定是09 所以喔 這個觀念跟之前 在Excel裡面的公式很像 09 End 之前不是End對不對 可是VBA裡面特別知道 End前後要空白 這個比較麻煩 End什麼 End 我應該是09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是什麼 這個儲存格 所以喔 我應該是什麼 把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跟09串在一起 那這個儲存格呢 它的叙述方式應該怎麼做 其實特別是喔 一樣我是第I列 因為I會變嘛 等於是 第一個是4 所以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什麼 直接把這一個 這一個物件有沒有 直接複製到這邊來 那我習慣拖拉加Ctrl鍵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F就好了 09 有沒有 那個就是這個儲存 11 所以你還沒寫完沒關係 你直接Run一下 執行 有沒有發現 911 為什麼0不見了 因為全部都數字 所以它會 數字的話 沒有0開頭 所以把0去掉 OK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加一個 空一個and and and一個減的符號 minus這個減的符號 有沒有打完 你可以 你當然不用全部打完 你可以一邊打 一邊執行看看 減出來 那為什麼減 輸出之後 0就出現 因為有減表示說 它就不是一個數字 因為它有非數字的 這個字元在裡面 所以它就把0 也可以順便輸出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剛剛它把它當數字 這個就當文字 那接下來的話 還什麼 串這個 84 可是問題來了 and 所以空一個and and什麼呢 再加區 所以這一欄 這個是區 那其實改的方法 最簡單就是 把這個 複製到這裡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區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把它執行 那問題 它沒有變三碼 怎麼辦 之前我們用Texter 對不對 不過請各位注意一下 VBA裡面 一樣有類似Texter的這個函數 但是名稱不同 因為 以Sale裡面的函數 跟VBA的函數 是不共用的 也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函數 那VBA裡面有多少個函數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話 很簡單 在前面按空白 打一個VBA 按個點 就出現了 OK 也就是說呢 點完之後 它會幫你把所有VBA裡面 這個VBA物件裡面 所有的函數呢 通通都幫你列出來 那其中的話 格式的話 叫Format 名稱跟Texter 不一樣 但是功能 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就找到Format 然後錢瓜糊一下 有沒有 跟那個Texter一樣 把資料給它 後面加什麼 豆點 第二個參數 給什麼呢 給雙銀號 000 後瓜糊 這樣的話 就大公告 特別注意 這個VBA點 你不打也沒關係 打也沒關係 這個是可有可無的 OK 那以後 你可能有同學說 老師 那我Format 我不太會用 而且我不知道VBA裡面 到底有哪些函數的話 其實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技巧 請你在Format上面按F1 游標停在Format按F1 它會跳到那個官方的說明文件裡面 並且會幫你跳到那個VBA的這個說明文件的位置 OK 不過 舊版的話 理論上會出現 不過新版好像越 越 好像沒有那麼好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你就是再搜尋一下 比如像那個VBA的Format 理論上 我印象中 舊版 你按F1 它會自動跳過來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把這個Ctrl C 然後直接 再到這個 它的官網上面 搜尋一下也是OK 把它貼上 搜尋一下 Enter 它理論上應該也會幫你 找到了 不過它找到DX 這是 這個應該是Power BI裡面的東西 這邊有 所以也許 從這邊也許找到相關參考 我發現新的版本它反而連結 反而失敗 OK 記得按F1 裡面可以找一下VBA的相關參考 找到什麼Excel Excel裡面的話就有相關概念 甚至是裡面有哪些物件 等等的 甚至有所謂的函式 其實函式是函數的 也就是Function 裡面的話有哪些Function 你們可以稍微再自行再稍微查閱一下 OK 這個我想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做一點功課 好 再來的話 我們就已經完成8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Format 外面其實8個Format 然後 後面的話 第二個參數就是雙引號000執行 有沒有 084 那後面還有一個H欄 所以H欄怎麼做 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就把這邊有沒有 一直選取 有點會是之前我們在Excel公司 把AND 記得這個空白可能要把它選到 AND這個-號 然後呢 Format 把這個G改成H就好了 所以可以把它複製 再到這個後面貼上 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H 好 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那你會發現 這個出現的結果 就會全部完成 而且 跟剛剛最大的差異是什麼 現在輸出的是 手機的號碼 而不像剛剛是丟一個公司過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 第二種做資料輸出的方式 畫面再黃給各位試一下 OK 這邊應該可以記得起來 如果你 假設細節一下子沒辦法記起來的話 你們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那個我們雲端上面這邊 我有把公式 放在那個第一個單元裡面的這邊吧 剛剛這裡 OK 就是第幾頁呢 第十頁地方 等於是雲端白板裡面的第十頁 畫面再黃給各位試試看 然後